当过冰的五位女明星,韩红泛恋最重,刘涛最漂亮我想当兵,应该是很多人的梦想,不过有很多人错过了机会,也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,步入了当兵的生涯。 接下来就带你们看看,在娱乐圈中当过冰的五位女明星,樱桃,中国大陆女演员,2003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,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制部电视艺术中心演员,男车有欲威的女人,也拍过不少影视作品。 我想你们也会喜欢这样一个美女子,韩红,大陆女歌手,创作型唱家,全国政协委员,全国清联常委,中华海外联议会理事。 据了解曾经是兵工团副团长,大校军贤,而现在韩红在我们眼中是一名慈善家了,歌唱家,我们也时常能够看到他出席各种慈善活动,在乐坛中也是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 这样的一个优秀女人,值得我们学习与尊敬,陈思思,中国女歌唱家,国家一级演员,全国政协委员,全国清联常委,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,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建军正制部文工团副团长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在歌唱方面也获得了很多荣誉,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。 可能你们有点不太了解他,去关注一下的话,就知道他是有多优秀的孙力。 中国大陆女演员,歌手,曾在97年加入上海警卑区文工团,现在在演艺圈一丝,混得风生水起,还荣获了很多荣誉奖项,特别是在《芈月传》里面的角色,更让人更为熟悉。 在当年也创下了收视第一的排名,刘涛,中国内地女演员,1993年被选入南京军居集团中文工团,自1993到1995年,在文工团担任文艺兵,在部队的三年时间里。 他小品,向上,唱歌,跳舞样样精通,刘涛自己说,正是因为在部队得到了充分锻炼,后来进入影视圈后,能够自然地面对镜头,很快进入角色。 在演艺圈打红大紫的他,歌声也是非常动听,在参加跨界歌王时,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。 以上五位明星你最喜欢哪个呢? 以上五位明星你最喜欢哪个呢?